大家好啊 今天我们又见面了 我一样在这个户外 这样我去看一下我的镜头 看漂亮不漂亮先 大家稍安勿扫 今天我们要来做什么呢 我看一下 把声音关掉了 好吵啊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 五星级咖啡水笋的 这个陈香肉桂特调红茶 OK so before 做之前 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Hugo 然后我来自这个Arizo 我是这个Arizo的 一个business的partner来的 我们是他的生意伙伴 所以因为在MCO期间不能够做工 所以我们都是通过online的方式 然后这个直播基本上 我只是要为大家介绍这个 饮料啊到底他能够 有多少的变化 所以他很简单的 所以基本上我 before在这个Arizo 我也是有自己做生意的 我现在生意 因为暂时这个MCO嘛 所以就暂时 要不能够去做工咯 所以我就今天 我就为大家带来这个 非常特别的 我们有很多种的饮料啦 不用拿orange 不用orange 我用今天 因为那个orange 我刚好买不到啊 我刚才有出去 我也是才回到 不用不用 我也是才回到家 所以我以柠檬来代替啦 所以你们要是 要用橙的话 其实都ok啦 然后今天一样 我们会用到这个 这个鲜鲜 这个肉粿 ok 所以等一下我会这样插在他的中间 ok 所以今天也是跟他拿来 滷一下啦 今天是用茶啦 今天我们不要泡咖啡 所以这个 这个星期的 这个节目嘛 这个系列 我们是滷的系列啦 全部用这个 所以我等一下 等一下 这个视频结束了是吗 我基本上我要 我要在 主要在 我的头好像看一半喔 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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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头看一半嘛 你缺了吗 出去 我缺了 不过我感觉我的头是看一半 这样 够后面一点 这样我调好了 ok可以啦ok 可以吗 因为刚才我好像看到我半个人这样 好像那个头不见掉了的 可以了可以了 我看得到 可以啊 没问题没问题 ok 所以你看啊 我刚才还有去买一个东西啊 哇 现在应该很多人会 会看到他会被打喊 就是这个啦 草莓啊 看到吗 很漂亮的啊 等一下我试一下看好吃吗 好吃我介绍大家 大家去买啊 ok so before 会流会流 那辛苦 before before start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准备的是这个咯 一个杯子啦 然后里面有这个 柠檬啦 这个柠檬或者是 这个 橙啦 橙子也是可以的 所以今天外面的天气咯就比较 比较凉爽一点 因为刚才也是有下雨嘛 然后今天有开一点风扇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有没有感觉到那个风的那个 那个声音一直吹住我 很爽一下啦 不然还是热啦 因为我才到家里 我就迫不及待的要开这个波了的 ok 因为刚才我去拿一些东西嘛 因为其实我早上要出去的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早上没有出去吗 因为哦 那个 那个 华中路那边又有 又有block了 又有block 有警察啦 有army啦 好像很赶勇这样 你经过的时候是吗 还有那个军人拿两支枪啊 所以我还是 不要下去咯 我还是不要下去 为什么咯 因为上次我下去的时候是吗 我不知道怪己了啦 我下到那边 他就问我去哪里 我讲去买一次 他叫我youton ballet 我就我边咯 所以我也是担心 因为我排很久咯 既然叫我回家咯 我就头痛咯 所以 ok 现在话不多说了 我们先start了哈 ok 所以今天我们要用到的是一粒茶咯 我们可以用这个百香果 或者你要用伯爵茶 或者你要用红茶 或者你要用玫瑰的都可以 但人地茶我就不知道他可不可以卤啦 先拿这里来卤看看先 ok 好我看一下我有没有这个红茶 啊有 这样我用红茶比较好啦 ok 我用origenal的味道 这里红茶 你要什么 ok 所以基本上咯 我们今天要先开始的话咯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打开 你们有看到这个咖啡机咯 有看到这边吗 有吗 有看到明显吗 ok啊 没有问题啊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这样子 然后需要打开吗 好像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 我也是以为咯 这个东西啊 要撕开的 明白吗 因为我们每次习惯 喝那种 那种几合一几合一 我们是不是撕开了 倒下去 然后淋什么 淋烧水啊 烧水啊 烧水啊 烧水 ok 这个要淋烧水吗 这个不用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这台机器 基本上很简单啊 他就是用他的高压蒸汽哦 打下去 ok 睡起他的这个茶的精华 然后他会自己 他会自己在这边叮咚的啊 所以ok 我现在放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这个是茶 然后茶的话跟咖啡就不一样啦 咖啡的话基本上 我们可以按 我没有share到外面咧 你在share咯 你在share咯 你拿来咯我share先 因为这个本地说 他有一点作动了 我今天 等一下啊 我share一下啊 他讲我没有share到哪里可能 一share而已啊 一share而已啊 一share够了啦 不要share这样多地方啦 不要share这样多地方啦 等我有空才share不用紧 你要share这样多地方 你要去我的这边 来我跟你讲 不要我不要入镜 因为他今天太过的美了 他不敢入镜 所以今天外面咯 好像那个 云顶的感觉很凉 那这边可以share ok 今天外面咯 我跟你讲啊 我形容一下啦 很像我在那个 云顶的感觉啊 云顶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还有草莓是 ok 因为外面今天是比较凉一点啦 so我们就把这个茶 茶 这样子 放下去就好了 然后关起来 然后我们要按 他有两粒button啦 一粒小粒的button 是60ml 大粒的是120ml 所以今天我要做这个茶嘛 茶基本上我不会喝太 我不会喝太浓的啦 所以我泡大概两次大杯 一次小杯 就是泡到来大概有一个120 240 300ml 300ml 大概一个jack 一个jack嘛 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 ok 所以他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你们看啊 他出来的时候是吗 这边看到 这个茶很美的 你要是有在现场的话 你就会有feel到他的那个 那个茶的那个香味 他是非常非常香的 基本上咧 咖啡我喝比较多啦 茶的话是Bernice 比较喜欢 什么东西 不用紧不用紧 没有关系的 ok so你看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放出 所以你们要是今天来不及看的话 你们可以看回我们的回国的 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的 没有问题的 ok 所以好了是吗 我们再按一个小的button ok 就是两次大杯一次小杯 这个苍蝇又来叫我了今天 ok 所以你看啊 他很简单的看到吗 我们在按的时候看到吗 这个茶就出来了 你不用去买那个 买那个茶壶啊 然后淋那个烧水 然后那茶喔 茶基本上叻 你蒸太久 他就会会涩涩的感觉 你蒸不够 他就没有味道 所以这种最新的科技是吗 他就用这个高压的蒸汽 19个bar 所以什么叫19个bar呢 他就类似这样那种 咖啡的大台的机器 把它是mini size 他把它压出来啊 就好像我们 呃我们炸那个果汁齁 我们炸果汁 我们是不是用那种 普通的 是用搅的嘛 他有一种是slow juices 他碎起他的精华 就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会把他的精华 完全吸放出来 如果今天你们不知道 听了清楚我讲的话嘛 因为哦 已经下大雨了 已经下大雨了 下非常非常大的雨了 啊我不知道你们听了哦 会会明显吗 啊ok so venice 要去做testing一下 看他听得到吗 因为这个雨 真的真的是太大了 不过有一点爽啊 因为有一点凉啊 今天没有这么热了 所以今天没有的赛咸鱼 没有的赛咸鱼了 ok 所以不好意思啊 你们要是听过清楚的话 就尽量大增一点 因为这个雨哦 好像比我的声音还大 ok 所以你看一杯的这个茶 是吗 基本上 它就要出来了 ok 不要这么满 太满了 ok 所以我们就把它拉起来 你看啊 ok 你看 这杯茶 基本上我还没有冲泡出钱 是吗 我先放一个这个啊 我是用红色 还是用那个pink 把你放pink都可以 看到吗 它一壶茶 是吗 是这样子的一壶茶 所以你看 要是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做其他的这个装饰啦 你看这壶茶啦 你要是在外面喝 那它们可能放一些果干啊 或一些rasperry啊 或一些花 玫瑰花 或者是那种 橘花 一壶大概卖十多块啦 最少 最少十多块 把他们 看不到它 看不到它 真的吗 看得到的啦 这边 看不到 这边哦 看回来咯 我的橘花 先去一下来 OK啊 这边 你看到吗 好像这壶茶是吗 你们在外面喝的话啦 最少啦 都要 许多块 许多块 二十块都不一定 看你在哪里喝啦 对不对 所以是很精美啦 这样你可以享受一个 贵妇下午茶 什么叫贵妇下午茶 就是解禁了boss 是吗 可以接三五蚝油 在你们自己的家 我在哪里啊 就喝一壶这样的茶 你看 超过的爽啦 因为哦 在MCO过后 基本上我们也是 不能够大鸡灰的 所以千万记得啦 不要前空进去 所以今天我要开煮 我要卤我的这个了的 所以我先把这个茶 一样 放在这个 所以你们要是 没有这个的话 基本上水瓶也是OK的 所以我先把一个 这个放下去 熬断它 基本上它很容易熬的啦 你们一定 不一定熬的断它的 然后过后我把 适量的这个茶 倒进去 因为我没有用 我没有用全部啦 我只是用一小部分 剩的咧 你们就可以 还可以拿来喝啦 所以我们先跟它 跟它压下去 好像昨天这样啦 跟它卤一下先 等一下我告诉大家 它的味道是 到底是什么味道来的 OK 所以今天 我们会把这个 然后还有这个 诶 我的肉柜跑去哪里了 等一下我找一下 好像不见了 等一下 这边 因为它跟我的木材的颜色一样 不好意思啊 所以我看不到啊 等一下啊 我把它电话拆起来 好 今天的声音 应该没有这么 呃 没有这么大声啦 因为外面的雨真的是下太大了 然后你就把这个 柠檬 之前切好的 这样子放 这个呢 你可以放在这边 我跟 我先跟它 穿过去先 啊 这样子 看到吗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啦 你要放些一点 所以可以啦 你们喜欢啦 whatever啦 没有问题的 OK 然后 要是你们想要有一点甜度的话 你们可以放这种蜜糖啦 蜜糖都OK 或者你们要放一些 brow sugar 把基本上擦的话 我都适合这种 orangina的啦 所以这个茶 还没有卤好的时候是吗 我们先 试看这个草莓 刚才我去买的 这个草莓 我try一下我看好试吗 好试我告诉你们哪里买的 不错啦 很新鲜一下 这个草莓哦 基本上是吗 你们也可以拿来 拿来切丁啊 然后拿来泡那个绿茶 OK 等一下我会把这些 这些图片发出来 你们可以在家里啦 要是没有草莓啊 有蓝莓啊 有水果啊 你给它切丁啊 切薄薄的 然后你放下去 基本上这个草莓蛮好吃的 我是在 我是在网上看到的 以前基本上我是 我是不会上网买东西的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都喜欢去店面买东西 因为我们总是uncle来的嘛 但是这个疫情啊 这个疫情发生了嘛 基本上我们很多东西啊 都是通过上网买的 我先比喻啦 比喻这个菜 基本上我们每天吃的菜 我们是跟一个人买的 我的老婆联系他了 他就把你要的东西 全部送给你咯 所以这个草莓也是一样的 我就在Facebook看到 我就好奇咯 我就去PM他 我问他多少钱 然后他讲一盒9块 两盒18块 我就跟他买咯 其实是他们有送来的 只是因为啊 听说现在政府管制嘛 不让这些啊 就是自己擅自出来送东西啊 除非有拿到这个Permit 所以我们就去他的家拿咯 刚才拿咯 所以基本上 你看在这个MCO 是吗 基本上我们的 我们的消费的习惯啊 已经改变了 什么叫改变了呢 就是奇怪 以前咯 我们都要去门市 你买草莓嘛 你可能要摸一下 你可能要吃一下 你才会买认同嘛 今天你看我们去咯 我们已经换到完了 今天可能我要买菜啦 我要买鱼啦 我要买草莓啦 什么东西是吗 都是通过什么online的 都是通过online的 这个已经是一个趋势了 我们什么叫一个趋势 他就是会改变 我们的生活的习惯啊 像你看中国就好了 以前他们都是用钱交易的嘛 现在不需要啦 他们之前是什么刷卡啦 刷那个barcode啦 到现在的刷年的意思 所以基本上要是5G来临啦 我们的生活一定改变的啦 就是什么东西 都是通过上网买的 所以今天啊 我好像这种咖啡机是吗 你们要是喜欢是吗 你们可以问我的 我今天在节目 我不会讲太多啦 因为它也是一样 你刚从online是吗 把这台咖啡机 寄到你的家的门口去 你签售了是吗 你就可以使用它了了 所以它是多么的好叻 它是能够free try的 就是免费试用的 你们要是想免费试用 这台咖啡机是吗 你们可以联络我 今天呢我有一点喘啦 因为我要跟这个鱼哦 比大声啦 我讲到我来谈一点 所以我看一下 我的这个茶卤好了吗 对 Bernice不要投出了草蜜的 哈哈 它它红红的这样很好吃 哇我打不开大汗耶 这样咯 很香一下啦 我倒下去了啊 我应该从这边倒咯 好我打下去你看啊 它是很美咯 OK 所以基本上我放在这边 你们应该看得到咯 等一下啊 我剩的咯 继续辱给Bernice喝 这个放这边 然后 放于这个 点缀一下 OK 草莓的话基本上 草莓放旁边啦 可以吗 帮我拍一张照片一下 有吗你们看有吗 哦有的电话要没有电池啦 有吗你们看得到吗 所以基本上这杯饮料是吗 你们可以自己在家里看它 享受一下 这一个咧是很像咧 在可能在 酒店啦 在咖啡啦 这杯饮料的话 基本上最少啦 我看都要十多块 但是 基本上我用很多吗 我只是用一类 一片柠檬或者一片橙 跟一个那个 肉桂 肉桂 是搞定吗的 那你放下 你帮我拍照一下 拍照一下 因为每次我们会拍一下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 做一个collection嘛 我放这边啊 跟这个草莓一起啦 好像比较美的感觉咧 OK 所以你看啊 你们可以 可能你们有尝试做这种饮料是吗 你们是可以跟它拍起来 然后发在我们的这个留言这边 大家交流消流一下啦 你用那个 它可以 它可以 有那个广角的 你这样少 它比较轻 我不会 等一下 我教它拍照一下 你不要用这个 你用photo嘛 这边咯 这个一按下去 这样它可以少 啊 它的电话咯 呃 它其实很厉害拍照的 我不懂它是假假不会拍 还是真真不会拍啦 我都不知道啦 今天你有没有看到它吗 你有看到它的背影而已啦 所以你看它的草莓 然后还可以拿出来装饰一下 拿两个一大一小 所以你看啊 一天啊 你们用这种 这种下午有空的时间啊 可能跟一两个啊 或者家庭啊 做一个小聚会啊 千万不要大聚会啊 因为现在还是在MCO期间啊 所以你看 你们可以泡这种很美的 你看到吗 这边还有 你可以加水果啦 你可以加 不过我 你们要是要加在里面 我觉得你们去那种药材店啊 买那种干的 干的那种 Ravender 或者是 不是Ravender 那种Berry Berry 蓝莓它会酸酸的 哇非常好喝 很开胃一下 OK OK吗 等一下我会把这个发出来 然后我会把这个 我等你一下 你们试一下 然后你们一定是想叫我喝一下吗 看到底好不好喝是吗 我就知道你们会做这种事情啊 但等一下啊 本来现在拍照拍到太爽了 它拍不停啊 等它拍完了是吗 我try一下它的这个味道 我告诉大家是这样子的 今天是喝烧了 因为下雨嘛 给我算到了 所以今天不要泡冷了 等一下啊 还要拍照了 拍到太过的 太过的有kick了 你看 啊 你看到吗 拍到好像哇 连咖啡都丢下去 可以打不得打汗 哦 所以你们要是 你们要是有做这种饮料美美的啊 也可以发给我们 总之这个礼拜啦 我们都是用这个 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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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 就好去后面不要看到我 所以你们要是喜欢我们的影片 你们可以like and share 我们每次都会做一些比较 比较特别的那种饮料啦 但是前提是 它是可以喝的啊 OK 哇什么森林 我喝一下 我try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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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 哇 鸡漂亮 等一下啦你们要是啊 你们有时间是吗 真的你们try一下 你们放柠檬放薄一点啊 然后或者是沉啊 然后放这个 放这个肉桂 你try看看真的 它的感觉是跟一般上你喝那种茶啦 没有加东西的是不一样的 完全的 不一样的这个效果 可是你要喝看看嘛 你喝一下 不用啦不用放回去了啦 ok你try一下啦 try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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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吧 嗯超香 很香的 真的它的 超特别的 它的这个感觉 我真的是不会讲 所以我倒完它啦 不要浪费啦 嗯很特别的耶 它的味道很香的 哎呀倒掉了 歪掉了 所以你看 西美这杯饮料是吗 基本上不用十块 不用十五块 不用二十块 我们只是用一类capsule而已 就是这样耶 两块一毛六就是这样 所以今天你们还是喜欢我们的影片啦 或者你们没有在这边 你们看回我们的这个直播是吗 你们只要like and share超过三次啦 我们就提供你们一台机器 还有两盒的capsule 如果你们要参与的话啦 也是有送礼物的啦 OK 你们可以联络我们 OK 所以这个饮料的话 等一下我会把它发出来 真的 你们一定要在家里尝试它 明天我要研发什么呢 一样是卤的味道了 把要卤什么 明天给我can一下 我等一下就要去 做白老鼠testing一下了的 OK 所以最后最后 我们要 我们要关麦子前是吗 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吗在这边 OK 所以我们要洗的话啦 非常简单 你不用跟你的老婆吵架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你不用这样洗那个湿袋袋了 从此告别 按Edit button 搞顶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capsule 我在这个mco期间 我拿去种我的花很美的 你们可以抬在你的花盆啦 你不要开它 因为它的前后 都有这个洞了 水下来它会这样慢慢流 流到完了是吗 这个还可以recycable的 所以是非常方便的 你们要试试环保人士也好啊 这个是绝对recycable的 所以你们可以安心的放心的使用它 OK 完全没有问题啦 所以今天我也是没有的晒太阳啦 没有的晒前衣啦 因为已经下大雨了 我希望你们听得到我的声音啊 不过等下我 我下线了是吗 我应该会没有声音了 因为我今天要喊很大声 要喊的 你们才听得到 OK 所以喜欢我们的节目啦 你们可以like and share 或者tag你们的朋友喜欢喝这种 Cellamon的系列 就是肉贵系列的 不能咖啡也好啊 茶也好啊 其实chocolate也是可以做这个Cellamon chocolate的 可能明天我会做chocolate的 OK 要是你们有什么肉贵的饮料 想要我们在现场哦 这样示范的 你们也可以pm我们 或者在comment那边留言 OK 所以喜欢我们的节目 like and share 然后喜欢这台咖啡机 要free try的 一定要找谁 一定要找我们 Hugo and Bernice OK 然后或者是想要加入我们 你们好像这样子做一个online的business吗 也可以联络我 我让你们知道 哈哈 OK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现在啦 所以明天2点我们再见 明天我应该会做这个Cellamon chocolate的 所以明天看我们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好的点子 我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明天这个时间 你们要是有朋友喜欢喝饮料的 可以邀他们一起来啦 一起在网上一起喝咯 你们要是家里咖啡机 就可以控制我们的步骤这样子做 就可以喝了的 OK 所以今天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Bye MCO4我们再见啊 我会在更漂亮的地方做直播给你们看 OK Bye Bernice Bye Bye Bye